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4月26日晚 外交部北美大洋司司長楊濤 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向媒體吹風 楊濤在這場吹風會上的用詞值得留意 首先他指出布林肯訪華期間 習主席在4月26日下午禮節性會見 高屋竹瓦地就中美關係 譴明了權威立場指出了指導意見 然後引述了習主席在會見中的講話重點 然後他也通報了 布林肯在訪華期間與王毅外長會談 時長達5.5小時 圍繞著中美關係與國際地區問題 廣泛深入交換意見 就戰略認知台灣、經貿科技南海、 美國印太戰略等 涉及中方核心關切的重大問題表明立場 布林肯在訪華期間 也與黃小紅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會見 就中美禁讀執法合作交換意見 25日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 會見布林肯 就上海與美國的交流合作交換意見 有關會見、會談是坦誠、實質性和建設性的 楊濤說 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去年11月 在三藩市成功會晤 為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策劃了三藩市願景 中方在會見會談中強調 這是兩國元首交給雙方的任務 雙方應該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實 拜登總統多次重申 美國不尋求新冷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 不支持台獨 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 美國不尋求押制中國發展 不尋求與中國脫勾 無意阻止中國科技進步 一個發展成功的中國對美國是好事 這次訪問中 美方再次重申了這些表態 對此中方仍然是那個態度 就是美方應該言必順行必果 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楊濤說 訪問期間雙方在全面交會意見的基礎上 形成了五點共識 分別就是 第一 雙方同意繼續按照兩國元首指引 努力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 第二 雙方同意保持高層交往和各層級的接觸 第三 雙方宣布將會舉行中美人工智慧政府間對話 首次會議等一系列的對話 第四 雙方將會採取措施擴大兩國人民交流 歡迎對方國家留學生 第五 雙方就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保持協商 雙方的特使會加強溝通 在外交部的公布中也提到 楊濤也回答了記者提問 並且摘要了答案 關於所謂中國產能過剩 楊濤說 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鋁電池、光復產品等領域的優勢 不是中國政府補貼的產物 而是全球市場需求、技術創新、充分競爭的結果 中國優質新能源產品為各國加快綠色轉型 應對氣候變化、緩解通脹壓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美方所謂產能過剩不是市場定義下的結論 而是認為製造的虛假敘事是美國搞保護主義打壓中國發展的 也有一例剩 楊濤說恐怕過剩的不是中國的產能 而是美國的焦慮 如果說到非市場行為和不公平競爭 美方這兩年來出台的芯片與科學法、削減通脹法 不僅對補貼、明碼標價 而且充斥著排他性、歧視性條款 楊濤問難道這就是市場行為嗎? 美方還以各種藉口非法制裁1,500多間的中國實體和個人 這是公平競爭嗎? 對於南海問題 楊濤說中國對包括人外交在內的藍沙群島擁有主權 具有充分歷史和法理依據 中方始終遵守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 任何國家不能妄圖以非法裁決挑戰中國的合法權益 造成人外交當前局勢的原因一清二楚 菲律賓先是違背承諾 拒不拖走非法坐貪軍艦長達25年 之後又一再違背與中方達成的君子協定 內部諒解 是以侵權挑釁、企圖大規模、維修加固 以實現對人外交的永久佔領 菲律賓方面的做法嚴重違反中國和東盟國家達成的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五條規定 近期南海局勢升溫和美方插手介入 脫不了關係的 美方動一點就以美非共同防禦條約相威脅 嚴重危害地區和平穩定 美方要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就應該停止煽風點火挑動對抗 中方捍衛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決心堅定不移 關於涉港、涉疆、涉狀人權問題 楊途就說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美方應該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 不要抹黑污衊 涉疆、涉狀問題都是中國的內政 美方不要指手畫腳 更不要以人權為借口、橫家干涉 關於烏克蘭問題 楊途就表明 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 也不是當事方 沒有做過任何拱火嬌遊 和趁機餘利的事情 中方的立場坦坦蕩蕩 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 勸和速談政治解決 中方在國際上行事是有原則的 應該擔的義務一分都不會少 但是中方不會背鍋 更不會為別人的行為埋單 美方應該停止抹黑施壓 停止對中國企業濫絲單邊制裁 首先解讀一下楊途透露出來的訊息 可以了解中美關係的現況 第一楊途特別提到 習主席是禮節性會見布林肯 即是說沒有實質性的內容 這也是告訴外界 這類會見的重要性不要被過分誇大 第二 王毅和布林肯談了五個半小時 可以說是相當長的時間 很多問題都會有觸及到 不過雙方達成的五點共識 都屬於前菜小碟 在任何更大的議題上 幾乎都沒有實質進展 第三 王毅在吹風會上 對美方的批評非常直白 與中國過去處理這一類 外交交往的手法 確有明顯的不同 值得觀察中美關係這種新常態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吳森伯教授 接受內地觀察者網 訪問時 也關注中方的吹風會 他說對美方來說 會後吹風的做法很常見 在美國總統或高級官員出訪前或後 美方往往都會大張旗鼓地宣傳他們要提出的要求 這種做法一方面是為了對美國國內有所交代 另一方面也要向對方施壓 在某種意義上謀求談判卓上的心理優勢 這是美國外交的慣常伎倆來的 當過去雙方即將接觸或見面的時候 一般都會營造氣氛 說一些比較積極客氣的說話 吳森伯認為這次中方的做法是受到美方的刺激 對於美方想來主導中美關係的話語 以及單方面向中國施壓的做法進行反制 所以中方在吹風會上 證明了在一些重點問題上的立場 也在這兩天就美方所謂的產能過剩言論 美國對台海、南海政策等表達了不滿 吳森伯認為這確實與中國以往的外交風格不太一樣 認為是中國跟美國打交道多了 要熟悉美國人的外交風格和打法 要有針對性的做法作出的回應 對比起中美雙方吹風的內容 可以看出雙方在中美關係中的站位利益是不同的 美國表達的是在當下的內政外交上的利益關切 向中國施壓 而中方就認為 都是要堅持落實好中美元首三藩市會誤達成的共識 樹立正確的相互認知 加強對話、有效管控分歧、推進互利合作 共同承擔大國責任等 要回到這個中美關係的主旋律 中美的互動不能只是服務於美國單方面的短期利益目標 還是要將布林肯這次的訪問放到中美關係的大框架裡考慮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去年6月 布林肯訪華之前 美日飛三國首次舉行國家安全顧問三方會議 而在今年他訪華之前 美日飛又舉行了三國之間的首次峰會 吳森伯指出這也不是什麼新的套路 拜登政府可能是希望通過這些所謂的先手棋 為布林肯訪華爭取到某種優勢 加強美國對華博弈的地位 但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這些動作正正就表明了 美國在改善對華關係上沒有誠意 美國嘴上就說不尋求押制中國 不拉攏盟友對付中國 實際上做的事就是剛剛相反 美國對華政策缺乏誠意和信用 言而無信 這些動作實際上並不能為布林肯訪華加分 反而減分 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令布林肯這次的訪華 籠罩在較負面的氛圍當中 因為美方的做法令中方很難相信他的誠意 也很難令中方在美方關節的問題上 採取他們所希望的行動 也就是作出任何讓步 總結而言布林肯今次的訪華並沒有拿到什麼實質的東西 只是有一份五大虛無的共識 中國對拜登這個跛腳鴨政府今後都會是邊談邊打 未來可以說是談得虛打得勁是新常態 吳心白就預測今年上半年中美關係可以保持脆弱不可靠的穩定 下半年中美關係的波動就會更大一些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鹿語人金融hi-tea》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鹿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